剛剛今天星期三早上要出來的一個新聞消息 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押後了全國性講話 一般來說全國性講話外界推測就是 全國性講話宣佈給烏東頓巴斯地區 和勞金斯克地區的公投決定他們獨不獨立 獨立於烏克蘭 當然獨立之後就成立一個親俄政權 因為一旦成立一個獨立國家 而烏克蘭就不可能去光復 一光復就等於成為一個侵略國家 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後就求援俄羅斯 俄羅斯出兵打回烏克蘭 打力一點也合成合理合法 他們的觀念就走這步什麼棋 但是國際上有幾樣東西就不容許這樣做 第一,烏東俄羅斯打得不順手是鐵一般的事實 如果順手,普京就不會在烏茲別克 好像叫契弟那樣叫習近平 以俄羅斯的個性,如果我打得順手 你中國什麼時候過來的? 有沒有炮彈?有就升幾顆過來 我用不用就看我 現在他擺明說你有幾顆,多少刮點 他也不用求金仔,你有幾顆炮彈醒過來 他哪會看得起金仔呢?俄羅斯,剛剛才 他打得不順手 好,第三,大家要留意拜登前兩天 他接受六十分鐘那段講話 展緝出來有三個重點,很多人把重點放了 他說一旦大陸打台灣的話,美國會承諾出兵 派兵去保護台灣,第四次,就絕對不是失言了 這件事擺明又對著個案了,但除此之外 我亦講另外兩點,大家不要忽略,第一點是警告俄羅斯 不要用化毛,不要用化毛,如果用化毛的話 就表示美國會參戰,甚至北約會參戰 這件事是普京最怕的,第二件事是警告中國 你不要幫俄羅斯,一幫就極端制裁,甚至更加招數 包括對台灣的保護,美台關係更加大幅提升 因為這次所謂的台灣政策法是故意壓抑了台灣所謂的外交地位 暫時不動,就盤馬彎弓,先看著你 其實這件事是警告的 如果你大陸再行前,真的讓我找到資料,你是支持俄羅斯 美台關係一定會大幅提升,一定 你這樣去玩而已,你這樣玩,你支持俄羅斯,我不是支持台灣 還有海峽中線就越闢越近,甚至在台灣走一個所謂禁飛區 美軍去住房,空域那裡,你敢不敢打美軍去飛機 一打就離開了,因為俄羅斯擺明一件事,現在打烏冬打成這樣 美國已經不將俄羅斯放在眼內,全副精力放在怎樣對付中國 你看到它完全沒有鬆過手,俄羅斯打得一坨野 就是這樣,中國在用的就是俄羅斯的山寨板,怎麼會好呢 市民,俄羅斯的武器,在歐美的武器對陣之下,完全潰不成軍 再加上不要忘記太空衛星,為何今日普京要撤了那段說話呢 我相信普京心中一定有考慮過用戰略核武,或者用防武,一定有考慮 因為如果不是你烏克蘭這樣,給你光復回烏冬,甚至光復克里米牙 他顏面何全,他一定要打到你,他用化武令你不敢再打 他用過化武的,在敘利亞就有用了,敘利亞有用化武的 好了,一旦被烏克蘭光復克里米牙,普京一定在國內不能再做下去 所以一個這樣的獨裁者,獨裁政權,他一定盡力一波,一定去搏 所以美國現在就出聲,說明給你聽,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袖手旁觀 所以美國過去這個星期,這個月來就有一個尤其兵的長程導彈 即美國本土發射的導彈,義勇兵,義勇兵的長程導彈 在美國本土可以射到俄羅斯任何一個地方,是戰略核彈 即是說你夠敢講,但美國會不會核彈,我相信不會 因為現在俄羅斯最怕的是什麼呢,北約出兵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現在芬蘭和瑞典已經加入了北約 這是接釀俄羅斯的,當芬蘭和瑞典一出兵的話 這個聖彼得堡一定淪陷,必然就在旁邊,大家看地圖就知道 在北面一聲打下來,那裡沒有了,這樣芬蘭的三國就安全了 聖彼得堡再打你的外匪地加利林格勒,那裡很小事 搞定你加利林格勒,二個借火 即是你那個孤原外島,一個外匪地波蘭打就打贏你了 好了,如果北約你真是跟北約開拖的,現在今天俄羅斯已經打到冰坤 在這個情況,烏克蘭已經逐步在反攻,如果再加上北約參戰的話 南邊在布加利亞、羅馬尼亞出兵,波蘭直插過去,由西一夜插下去 這樣你哪有一手啊,那你很選莫斯科,一個月內人家用閃電戰,人家用閃電戰 你莫斯科借的了,那時候整俄羅斯是肢解的了 當然中國是不會被這些事情發生的,我相信中國到時候會參戰 到時候就真的世界大戰,必然的了,真的去到這一步 所以說普京現在也是擔心的,如果萬一真的輕啟化武或輕啟核武的話 第三、四世界大戰就迅速爆發了,但是這場大戰就不會像過去這樣打幾年了 我相信是打幾個月,即是第三、四世界大戰是幾個月會很快結束 即是跟之前那個整個社會形態、武備完全不同,因為為什麼呢 科技、高科技的發展,現在外太空低軌衛星的Starlink 已經在天空上有五、六萬顆,未來五年去到二十萬顆,低軌衛星 當有了這個低軌衛星,Starlink的話,基本上你電話、手機上 什麼五支、六支是沒有意義的了,即是你有那條連結 你加入了那個計劃的話,你有天空的地方 就對上去衛星局,就是一個網絡這樣傳播 以及大陸再沒有防火牆可以避到,任何人你知道有Starlink 用那個計劃的話,你就可以上去自己接收到全世界的資訊 所以大陸是隱憂的,你那些北斗衛星,你都是只有那幾十顆 GPS又多些,還有Starlink有一個可怕是什麼呢 因為它走低軌,你那些遠程的核彈,日本都在任何地方 一聲飛出去射的話,Starlink可以閃你,可以干擾你 輕則打不准,重則改變的方向,射回你自己都還可以 而你就不知道是哪顆,因為十萬顆衛星 你不知道是哪顆的衛星改變,閃到軌道 它一定閃到你的北斗衛星的那個頻譜,一定閃到 因為它低軌,你高軌,低的那個一定閃到高的那個 必然的,這是常識來的,這些不用那麼高深的理論 到時候,老實說,你真的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俄羅斯說,大家鬥按鍵,請問你按那顆鍵 是不是保證飛到去美國呢?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當你核彈飛不到去美國,但美國的核彈飛到去你家的 請問你還打不打?你打的結果就是必死 必死,這個就是太空科技,這個就是贏科技 由波斯灣戰爭,現在講到三十年前波斯灣戰爭 大家都知道科技戰爭是多麼可怕,現在這次烏克蘭證明給你聽 科技是多麼可怕,這個坦克車的戰車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次烏克蘭戰爭之後已經過去了,未來是科技 以及無人機光炸的時代,無人機是多好用大家看到 無人機控制,大家看到無人機為何這麼精準,因為晶片 所以現在晶片戰爭是多麼可怕呢?所以為何台灣一定保得住 因為晶片,台灣和烏克蘭不同,烏克蘭在美國來說 是沒有利用價值可言的,因為烏克蘭出生最多是甚麼 薯仔,大麥,美國人說我們得走大把,你要不要我都可以幫到你 這些在美國來說不重要,但台灣在全世界來說很重要 晶片,晶片就是指揮無人機,我扔不扔得準 在社哥的頭頂放一顆爵士給它,都還可以 晶片已經做到這樣,台式電影生產量產3納米 大陸還生產28納米,當然生產28納米當然好過3納米 多幾多倍,你想想,好東西啊,好東西,不能頂 人家無形機,分別在哪呢?各位藍絲朋友不要生氣 28納米是好東西的,因為3納米好像電話那麼細部的東西 28納米好像桌子那麼大,大多少?一樓,好東西啊 真的這些什麼都是大好的嘛,對不對? 真的這樣算,所以說你普京取消了這個說話 我想是跟他整個戰略部署,你看上合那裏 普京是很想講和的,但他現在想找個下台階 但現在在烏克蘭的立場是不跟你講和啦,當然是打你啦 現在氣勢如紅,當然是追打你啦,現在你這樣戰況下去的話呢 你無論你普京你還想把行動升級的話呢,你的和端又只會更大 和端只會更大,所以說,看他怎樣呢? 你真是他今天取消了,如果不出我所料,他都是希望做到那個 勞金斯克和杜健遲克去獨立,但會不會因此而將戰爭升級呢? 他說將精兵嘛,但你精兵和在監獄裏面招兵呢? 這些是很可笑的,即是你軍事裏面的行家的話呢,馬上可以看到的 我介紹給你聽,你精兵,第一,你的兵未足夠訓練上戰場 不就是做戰靶啊?你拿去打靶嗎? 好了,你說在囚犯裏面找些人出來幫忙打仗,我更加可笑 如果國家受別人侵略的,你這樣做還可以 他說在囚犯幫忙參戰,你換出去的自由 我是那個囚犯,我老快答應你啦 一拿著槍上戰場,第一件事是什麼?殺死督戰隊 先做瓜他,為什麼要做瓜他?做瓜了我就有自由了 立即走他去投降,投降立即移到歐洲,那我就自由了 喂,你沒理由,我是囚犯殺人犯,判了十個八個的 接著我幫你打仗,打勝仗之後我可獲減刑 好了,減刑判了還要錯四年了,是不是? 你說,哎呀,這樣回去,可以免刑的 是的,但是俄羅斯,沒這麼可靠 但我在戰場上,我做瓜,你那個督戰隊 然後我向前衝,然後向烏克蘭投降 然後我說,我希望藉字比虎 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那裡天氣和暖 沒有西班牙那麼冷,這樣就自由了 自由自在,即時自由 這些我一聽我笑到九彩一傻了 那些囚犯是不會跟你賣命的 因為那個形態不是他,各個國家被侵略 去衛國戰爭,去侵略別人嘛,現在 侵略別人,你用這些人,不然這些人做逃兵? 是投賓自由,人家真是投賓自由 真是傻傻地,沒有可能的事